第371章 五年后的会舞 六师弟 听三师弟说 你领悟出了藏心经 黄无极目光死死的盯着叶西文 神情中居然还带着嘶嘶激动 是的 就是激动 从三师弟带来了新来的六师弟 可能领悟了藏心经的事情 就让黄无极立刻赶回了真武学府 这可是又多了一个能领悟藏心经的人啊 要知道领悟藏心经未必和天分有关 和实力也没什么关系 纯粹就是碰运气 碰到一个可能冥冥之中能够领悟藏心经的人 以前藏心风人数最多的时候 还可以一个一个的实验过去 上百万人 无数年下来 总算是将藏心经给补完全了 虽然未必是原版 但是总的来说是能用了 但是现在藏心风才只剩下多少人 在他们的师父之前 已经好几代单传 已经有好几代人 一点藏心经都领悟不到了 只有到了他们师父这一代 竟然开始能领悟一些藏心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的师父就开始着手进行 藏心经的补全工作 后来又多了一个大师兄黄无极 也就变成他们俩 常年在外相互印证 对于藏心经的领悟 以及去寻找藏心经的下落 但是现在竟然又多出了六师弟 这不能不让他激动 难道这是天药大星 他们藏心风不成 就算是以前最为鼎盛的时候 每一届能够自行领悟到藏心经的人 也不过是屈指可数 但是现在在他们总共不到 是十个人的情况下 就有三个人能领悟藏心经 这还不是天药大星 他们藏心风的征兆吗 嗯 叶西文点点头 没有隐瞒 将自己领悟到的藏心经 一点一点都念了出来 黄无极一开始还没有什么 但是随着叶西文越念下去 他就越发的惊愕 到最后就是惊喜无比了 因为叶西文念出来的竟然是完整版的 完整版的藏心经 他和师父领悟出来的藏心经 基本上都是不怎么完整的 领悟的往往都不到三分一 二分一的 许多东西都不明确 都是修修补补 虽然经过历代人节先祖的修补 勉强能用吧 但是到底是比不得原版的 这就好像是一件衣服 上面破了很多洞 境界差一点的人 也只能将这件衣服补的 东一块西一块的满身补丁 境界高一点的就算 能将洞补出花而来 那也还是补丁 怎么能和原版的相比 他虽然没有见过原版的藏心经是什么样的 但是他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听着叶熙文一边念一遍讲解他所领悟到的程度 黄无极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原本凝色的部分一下子都通顺了 许多知识含糊其词的地方 也是一下子都明了了 原本身体里可以说是划分成一段一段的真缘 一下子竟然凝聚成了一个大循环 黄无极的气息变得更加的飘渺 黄无极惊骇无比 但是叶熙文又能好到哪里去 因为他知道藏心经的完整版 所以才更加明白藏心经高深莫测 却一点可能就没办法修炼下去了 而黄无极和那个未曾谋面的师父 竟然就靠着残破不堪的藏心经 闯出偌大的威名 能够自己修修补补的完成了一部 能够修炼的藏心经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叶熙文这才刚刚说完 黄无极就匆匆离去了 听了完整版的藏心经之后 他许多凝色之处一下子都通顺了 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一下子也都明白了 根本来不及多说什么 就要闭关突破了 叶熙文也不得不承认 世界上确实也有天才这种东西的 光听他讲都能听到要突破的地步 一旁的三师兄白建松也是一脸激动的说道 六师弟 这次你真是为我们藏心风立下大功了 哈哈哈哈 我看师父把手作之位传给你也是可以的 叶熙文一脸黑线 对于什么手作之位 他一贯是没什么兴趣的 应该说貌似整个藏心风上下都没什么兴趣 尽管是摆墙传承的手作 但是藏心风上上下下的人还真没哪个当回事 他们师父常年在外不回来 大师兄也差不多 如果不是因为藏心经修补的事儿 早不知道游历到什么地方去了 二师姐又是一个闭关修炼的强人 三师兄那是属于想走走不掉的那种 没办法 四师弟 五师妹都还只是传奇大圆满 连圣经都不是 他若走了 藏心风还真就没什么人坐镇了 这步 看到一个叶熙文 就想将差事往他头上推 在主人之中 我资历最减这个问题还是不提了 叶熙文连忙拒绝 看到似乎被看穿了心思 白剑松也有些灿灿的笑笑 不过不管怎么说 你这次能够领悟出完整版的藏心经 日后藏心风若有复兴的一日 你当即守宫 哥哥 我也是受你所惠 过两天也要开始闭关了 这次试试能不能突破到大圣经 白剑松神情 坚毅道 如果说传奇和圣经是天壤之别 那么圣经和大圣又是另外一个天壤之别 只有大圣经的强者 在真无学府之中 才是真正有地位的 一言九鼎 许多百强传承的手作也才只是大圣而已 至于其他的传承 有一个圣经强者作为手作 已经试了不得了 叶西文暗存 这藏心疯人不多 但是却是各个卧虎藏龙 三师兄已然是圣经巅峰 而二师姐 这个从未谋面的修炼狂人 据说也早早的跨过了大圣经的门槛 大师兄更是在一千多年前就斩过大圣 现在的实力之强 难以估策 而师父可能已经超越了大圣了吧 叶西文毕竟没见过 只能是自己私下里猜猜罢了 以这样的阵容来看 难怪藏心疯能稳稳位列百强传承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以为藏心疯人少就以为藏心疯是软柿子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过也难怪许多底层的弟子都不了解 平日里也就是杨问君和邓水新两个传奇大圆满在称场面 偶尔白剑松也出来一下 确实没有多大的威慑力 这倒也并不是白剑松瞎说 藏心经对于藏心疯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藏心疯的一切武学和道藏全部都是基于藏心经这个基础演化而来的 当然当年最为鼎盛时期的藏心疯不可能人人都修炼藏心经 但是当初藏心疯走出来的一个个强人 都是修炼了藏心经之后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当年历代祖师修补完成的藏心经就已经是位列真武学服五大顶尖内功之一 以此演化出来的藏心疯一脉的武学才能名栋真武学服 辉煌无比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有件事情要和你交代一下 白剑松说道 五年以后 会有一次 我们学府和玄元殿 以及东海魂天岛 南满火云洞的新人会武 你是说 和玄元殿 叶西文问道 真武学服不是说和玄元殿翻脸了吗 怎么还一起举办会舞 似乎是看透了叶西文的问题 白剑松笑笑说道 就是因为关系不好 所以才更要举办这种会舞 在真武界之中 在真武界之中 无论是玄元殿 还是我们真武学服 还是东海魂天岛 那都是庞然大物 弟子数千万 难以计数 就算翻脸要开战的几率也不是很大 毕竟这些势力真的开战的话 那就是生灵涂炭了 所以这种小型的会舞或者试炼 才会更加的频繁 就是为了试探彼此的实力 甚至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战场 你们这些人都是真武学服之中的天才 不断要试探出其他势力的实力 而且最好还要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斩杀对方的天才人物 遏制对方的天才的成长 其实这才是举办会舞的真正目的 在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开战的情况下 这就成了削弱对方实力的最好机会 白建松说道 当然 对方也是抱着这种想法 所以你们这些新人之中的佼佼者 也会成为对方的眼中钉 尤其是你 你这次宰了轩辕殿一堆高手 还包括了一个天骄范明 他们怎么可能不急恨你 到时候很可能想方设法的伏击你 叶西文点点头 他知道白建松说的是事实 从他宰了轩辕殿的高手开始 就注定了是这样 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叶西文没有别的选择 不杀光那些轩辕殿的弟子 就只有被轩辕殿的弟子斩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也不是软柿子 敢来惹我 就统统都宰了 叶西文眼神中精芒闪烁 在那里面的诀明一下